早晨各位全民朋友 可否讓我先口氣?不好意思 我知道社會對沙中線項目非常關心 亦是政府一個目標和責任 要確保沙中線整體建設結構安全 鐵路安全及公共安全 都必須要受到保證 然後才開通 在這個前提下 我們亦要求廣鐵進行內部審計 就沙中線紅磡站以外 所有車站都進行審計工作 確保有關建造的細節符合設計及結構安全 亦都需要向我們提交一個報告 有關工作預期在三月底前完成 政府團隊即是我們的盧政署 亦都會在我們的顧問團監督之下 在我們核政顧問協助之下 為其他紅磡站以外的 沙中線車站進行一個審計工作 我們開始會集中在桃哥環站及鑽石山站 在完成有關工作後 政府團隊 政府團隊 亦都會在我們的顧問團隊 和核政顧問的支持之下 為紅磡站以外的所有沙中線車站 進行一個審計的工作 我們開始的時候 工作會集中在鑽石山站 和土瓜環站 完成有關工作後 再將發現擴展到其他車站 去確保主體結構工程 符合安全 到第三個部份 當我們完成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這兩個審計工作後 如果一切相對正常 和符合基準時 港鐵公司亦都需要向屋宇署 遞交所有建造的圖織設計 和紀錄 向屋宇署處理進行證明書的安排 我們希望透過三層的工作 可以確認整個沙中線三個 我們剛才所說的 那三個層次的工作裏面 是得意證明的 亦都就著我們剛才在立法會裏面提到 這個是紅磡站南邊的連接隧道 北邊的連接隧道 以致列車庭放處的跟進工作 我們已經要求了港鐵公司 提交一個全面評估的建議 我們會嚴肅跟進有關的調查 亦都會確保日後的工作 以致車站的結構 鐵路安全是得以保證的 或者我看看大家有甚麼問題 Mr Chen,是有任何編繫的項目 和政府在這次的項目的項目 我們會期待MTRC 能夠處理這麼快 但如果有任何編繫 我會建議你問MTRC 因為他們會期待 想問一下如果已經有一半曾經牽涉在工程上的 廣見職員比職 到時要追究責任 牽涉到刑事的話 如果他們已經離開了香港 怎麼確保做錯的人 會受到他應有的 承受他應有的責任 另外我想問一下 將來在牽涉到的工程中 是不是需要政府派一個人去看著整個工地 才可以確保沒有RSC坊繼續進行工程的情況出現 就這位全門朋友的提問 我相信香港的執法和司法機構 是應該有他們的機制去處理剛才你所提問的情況 至於日後的規管工作 坦白大家都見到在港鐵的現場施工 以至監核的程序是有很大的脫失 在這方面 我們會嚴肅要求港鐵進行檢討 怎樣可以確保入口的工作 那個質量是受到保證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公身自省 也會回顧一下檢討一下 我們自己的監核的工作 看一看日後 我們在鐵路工程中 與港鐵的互動 以至監察 甚至審批的程序中 有甚麼可以改善的安排 還有想問一下 會否要求港鐵公開其他站的速度 或者文件確保是沒問題 另外關於局部通車會考慮甚麼優勢呢 或者一個通車的方案是何時才有 或是何時才是行不行呢 另外也想問處長 即是龍政署 作為監督的文件 一直以來的RISC方案 那個檢案都沒有的時候 他們是否都不支持呢 就著沙中線局部通車這個安排 我們需要首先確認 有關車站以至整個鐵路線的建造 是合乎一個基本我們合約的要求 以至結構鐵路的安全 在我們去決定能否局部通車之前 我們需要確認那個訊號系統 那個鐵路完善的設施 以至交通配套 這個鐵路的運力 做一個整體的考慮 除此之外 局部開通的完善的車站 它的結構安全也需要確認 在這個工作做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決定到 是否能夠和何時可以局部通車 至於是路政署的問題 我請 會否叫港鐵公安和其他站的數據 或者你的車庫 好 就著其他沙中線車站的數據的安排 我們的看法是 首先是讓港鐵公司 就著它沙中線車站的結構 那個是審計的工作先完成 到達到有一個結構的時候 我們也會回去議會 再有一個交代 讓市長回答 就著剛才的問題 是關於路政署 知不知識 有一些RYC科迷缺失的呢 其實去年港鐵公司 就是向承建商 已經發出了一些不合格通知書 不合格通知書的內容 正正就是有一些RYC科迷缺失的 我們知識這件事 也都一直有跟訊 也都問這個港鐵公司 是拿更加多的資料 直到最近港鐵公司 才可以提供到那個 那個RYC科迷缺失的範圍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缺失的 所以我們覺得事態嚴重 就盡快都向公眾交代 請問市態嚴重的話 之前就不確定了 那為什麼 或者什麼時候 你們開始覺得有適合刑事 然後就開始報警 那時間你可不可以說清楚 還有為了釋除公眾而累的話 你們會不會考慮都要插滿整個網站的決台 甚至乎你們有沒有跟他們說 這個都可以是你們的option之一 要你們研究 要港鐵研究一下呢 多謝這位全部朋友的提問 就著我們將事件轉介給執法機構跟進 大家都明白 當執法機構已經處理有關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是不適宜再作任何評論 那至於這位 那至於這位 最近一次是否再將新的資料交給人 真是對不起 我想因為我們這方面的工作 真是我們轉介了給執法單位之後 是逼不適宜再作評論的 請理解 那至於剛才那個是不同的那個是跟進的安排 以至是對車站的處理 我們是持一個開放態度的 但是最重要是視乎 那個是跟進那個審核的工作 完成了之後 究竟那個情況是怎樣 做了一個決定比較好些的 OK 謝謝大家 謝謝